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存在着大量的年轻大质量的恒星 创世之柱就沐浴在他们所放射出的光芒中 就在前不久 哈勃望远镜对创世之柱重新进行了一次观测 拍摄到了很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照片 这一次拍摄的照片比1995年拍摄的照片更加锐利 视野也更加宽阔 我们第一次看清了三根冷气柱子的底部细节 根据哈勃望远镜拍摄的照片显示 之所以会形成创世之柱 是因为冷气团的末端密度极高 下方的气体被遮挡住了 因此形成了柱状结构 锯柱顶端的气体被上方的电离风吹走 巨大的碎片在不断的被加热 慢慢的远离锯柱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一区域正在进行激烈的恒星孕育活动 现在的科学家认为 我们银河系中的恒星 或许就是诞生于这种奇怪的星云之内 它就像宇宙万物的老母亲 孕育成熟以后 将一颗又一颗的成熟恒星 抛到宇宙中去 目前我们还没有彻底的 弄清楚恒星的起源之谜 这种说法看起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